為祈求澳門國際龍舟賽順利舉行 體育局局長潘永權和一眾嘉賓舉行拜神儀式 今屆三天賽事超過200隊報名 因疫情而暫停三年的邀請賽標進龍賽事 就吸引內地、香港、澳洲、泰國、新加坡 和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高水平隊伍離澳 而為了加強港澳兩地的體育交流 今年將首度舉辦港澳杯 在所有男子、女子、大學生的外地龍舟隊 今年總共有17隊 17支隊伍會來到澳門 其實比過往來說 今年亦算一個頗高的數字 今年亦聯同香港方面 一起辦一個港澳杯的賽事 在國際龍舟賽當天 一些外隊的成績 會聯同在6月24、25日 在香港舉行的賽事 會得出一個港澳杯的賽事出來 這也是今年第一次 試驗一下這個效果 希望等於辦一個一賽兩站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聯成更好的效應 賽事分三天 在南環湖水上活動中心舉行 今個星期六日率先進行 本地小龍和標準龍賽事 而澳門國際龍舟邀請賽標準龍 和澳門大學生邀請賽標準龍 就會在端午節正日 即是今個月22日上演 歐廣市記者 學時期路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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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